有提到,就是在那個範例檔案裡面的話,第二題 如何留下那個中,這邊有中英文還有數字之類,留下中文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A欄跟B欄 那B欄部分的話就是我希望把它刪掉 旁邊已經有答案了,你把它刪掉 這個是因為會有答案是希望讓你們知道做出來的結果 是希望可以把這個中文字提取到這邊來 又留下中文字部分就對了,其他的字不要就對了 裡面的話會有幾個問題,裡面有全形 有沒有發現這個A有沒有,它是全形 看得出來吧,它有兩個by側 所以這一題我如果要,而且它有一個規則 剛好中文字都在最前面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提取中文字部分的話 那我當然想要第一個,可以先把裡面的字應該全部都轉成半型 因為轉半型的話,不會影響中文 中文它沒有全形半型之分 所以會把這個恢復成,有沒有,都是半型的 然後再來用L,算它這個的L,E,N,B,剪掉L,E,N 然後再去用L,切前面這幾個字 因為剪完之後剩下就是夾這三個字 你用L,答案就出來了 OK,這個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也是把剛剛講的這幾個函數 綜合應用,包含什麼 剛剛文字嗎 這個 這個不用 因為這個是剛好轉全形 是應該是轉半型就好了 然後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L,E,N,有沒有 跟L,E,N,B 先用L,E,N,B,剪 這樣吧 算完裡面的byte數 再剪掉L,E,N 那如果用L,E,N的話呢 是三個字 所以算出來會相差多少 6-3,剛好3 那你再用L,E,B,S,函數 就可以得到前面的這幾個 OK,所以這一題給各位練習一下 想想看 延伸的練習題 這個是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這個第二題部分 後面還有很多 可是有一些題目 也許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講完 所以但基本上有答案 我只會挑一些比較重要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一題 R,E,P,T 所以特別是 R,E,P,T 刮弧有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 它裡面 先抓起 就是要重複的字 再用3去剪掉L,E,N 然後把那個G4 給它 它就幫你算完是2 2剪完就是一個字 所以重複一個字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要熟練 除了說 做完之後 另外一個訣竅就是用貼的 可是你會發現 用R,E,P,T,L,E,N 還要加用3去剪 其實這樣感覺邏輯有點麻煩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我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到這邊來 複製我建議各位拖拉 加一個Ctrl鍵 這樣子就是複製工作表 比較快 你不要用右鍵 然後OK 太慢了 右鍵好像要什麼 要什麼移動或複製 然後還要建立副本 然後還要告訴它放哪裡 太麻煩了 這一招一下就OK了 所以這一招太好用了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複製工作表 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拖拉有沒有 加一個Ctrl鍵就好了 OK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招 另外的話 這個把裡面的刮符改成TEST TXT 因為我們要用另外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不用那麼麻煩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整個刪掉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按住 按向下 整個選起來按Delete Ctrl Shift向下 是整個向下選取 到這個範圍的鏡頭 這快速鍵要記一下 應該有用過吧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要學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你應該會 可是如果你不會 真的工作上 就沒有那麼流暢 選取 Ctrl 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加一個向下 是向下選取 到哪裡 到這個範圍的鏡頭 就是最下面 那你再按一個Delete 這個好處就是 你不用像滑鼠這樣 一直選 過了以後再拉回來 對 太痛苦了 這樣子一下就OK了 好 然後呢 我們重來 如果用另外一招 哪一招呢 如果說 可以直接乾脆把它 變成三個 有沒有三個字就好了 那在格式裡面的話 除了跟格式裡面 有點內向格式 那那個格式 不知道各位 有用過字定 字定如果說 我要三個0的話 就000 按確定 它就是 084 004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是真的嗎 其實是假的 這是假的 怎麼知道是假的 84 還是7 這個方法 它只是幫你把表面上的格式 改成 你要的那個樣子 但實際上它並沒有變更裡面的資料 所以呢 那為什麼講這個 如果今天你要真的變成三個字的話 那你一定要想到一個函數 就是哪一個呢 就是TES TES這個函數是主要做什麼用途呢 就是呢 你將來看到的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變成真的 就是說 轉換成就是什麼 三個字的話 那其實你用TES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教各位一下 同樣的邏輯 所以我Ctrl-Z 剛剛只是試一下 剛剛那個方法是表面喔 如果你真的要變成三個字的話 那我們一樣 等於 所以前面跟剛剛一樣 等於09 OK 這個可能要慢慢熟悉 end什麼呢 end這一個 然後呢 再end什麼呢 一個減的符號 這個要打順 那在Excel裡面 VBA裡面一樣 文字一定是雙引號 前後一定要加 這個都固定邏輯 不一定是只有VBA 其他語言也都一樣 固定的方法 打個勾 好 那後面的話要串什麼呢 串end 一個什麼呢 三碼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用TESL T-E-X-C 錢瓜糊 OK 或者是說你當然 如果你這樣另外一個方法 你如果要再插段數 請你點這邊一下 好 不要再點這邊 因為點這邊會把公式蓋掉 全面這個喔 下拉清單喔 你找到那個TESL T-E-X-T這個 那他這邊的話 其實他也會講到 欸 依照指定的數值格 其實重點是 將數字轉換回文字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是 如果給它84的話 要可以把它變文字 但是你要給它規則 OK 那規則是什麼 按確定 Value 就是你的資料 在這裡 84給它 那請你幫我 Formate TESL Formate TESL 記得剛剛我們 不是在那個 裡面打三個零嗎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是Formate TESL TESL的話是文字 所以記得喔 前後記得要加什麼 雙引號 反正你以後看到TESL 一定要是文字啦 如果不是文字就錯了 OK 它就不會理你 做錯的結果就錯了 所以這個有時候 細節要注意一下 只要你沒有做錯 另外的話呢 請你看一下 你怎麼知道 你沒有做錯 很簡單 其實你一點它 就會自動在這邊 預覽給你看 然後你的格式 也沒錯的話 你可以看到等號有沒有 欸就有了 那如果你剛剛忘了 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個沒有對不對 這個也沒有 它變成這樣子 也不是我們要的 不過其實也是錯誤啦 OK 如果你看 有問題 那怎麼辦 原來這邊出錯 只要看到TESL 就一定要是文字 OK 這個有些細節 那慢慢的話 其實還有一點 我是覺得 Excel裡面的那個 這個函數的這個前面的說明 其實應該也是 大家學習上面 最不容易學會 一些函數的罩門 為什麼 因為它理論上 應該要給個中文吧 有沒有 反正因為它已經是中文版了 奇怪什麼 這邊還說英文 而且這個英文 還是很怪的英文耶 這什麼什麼 Value 可能知道一個詞嘛 但其實意思就是 你要提供給它什麼資料 OK 那Format應該可以看 格式化的文字 OK 而且還有一個底線 所以其實慢慢 你要熟悉前面這些訊息 如果這些訊息 你都看得懂 我想你應該就會使用 這個函數了 OK 好 另外有同學說 那還有什麼其他的格式 其實你可以 函數說明 等一下有很多的說明 也許你可以花一點時間 稍微閱讀一下 我想我就不細講 因為這個其實自己看 應該可以看得懂 OK 好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就出來 084了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就幫你把 剛剛的 表面上看到 真的就變成 三個文字了 就是84就變成 084 放在這邊了 好 那後面怎麼做 後面一樣嘛 就是把這一串 再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貼到 這個的後面 然後把這個G4 一樣把它改成H4 這樣有沒有 後面串過來 這要不要貼錯 因為很多同學 那個End 都漏掉 不然就少一個多一個 刮鬍少一個多一個 也都不行 反正 我是覺得 這個Excel裡面 你只要能夠夠細心 然後把那些細節都掌握住 其實用它 我覺得都還蠻放心的 而且還蠻可以這樣流暢的 把事情給做完 OK 然後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事情就完成了 待會兒的話 我們還會再把這個 延伸過來 也許這後面的話 我們就要來講 VBA VBA的話 其實主要可以做的 效果 包含就是 這邊插入函數 會不會有個手機函數算了 然後它跟你要三個資料 你就自動填給它 一下就OK了 或者是說這旁邊有按鈕 按下它 自動完成 如果有個清除 自動清掉的話 那是最好的 那那個部分的話 就是所謂的VBA的範疇 好處就 剛剛可想而知 剛剛這一定要 填公式 一定要做 那你下一次再做 還是要再做 每次都要做 可是如果說你將來 假如把VBA寫好的話 這些事情都不用做了 它就自動完成了 OK 相對的效率 應該是會比前面來的更便利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請各位 先把剛剛的綜合練習工作表 複製一個工作表 Ctrl鍵按住 再拖拉 它就會自動幫你在右邊 產生一個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這個叫複製工作表 第二個的話呢 你把刮鬍改成TEST吧 然後利用TEST 把剛剛的REPT加LEAN做一個改變 那這個TEST函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多人不會這個TEST函數 工作裡面有非常多地方 你是做不出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TEST函數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找一些範例來練習 OK TEST還是太重要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問什麼 比如說它 常常遇到什麼貨幣符號 前面NTDollar 它也許用格式產生的 但是問題它要前面這些符號 比如說有台幣 有美金 有日元 有人民幣等等的 但問題它要取得前面的那些資料 它取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不懂得用TEST 其實如果你用TEST的話 你看得到的就拿得出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待會就要接著來看 有關VBA的部分